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是假设如果if输掉的话 那就要直接落出领先集团了 对 因为其实在这样一个常赛季里面 我们在每一个对战组合都会遇到两次的一个情况 对上这么样一个强劲的一个队伍 其实对于 我觉得你要争取最后面进入集合赛的这个资格的 这些前四强的这个战队的这样一个资格 面对到其他弱队 我觉得好像有点在讲废话 面对弱队你必须要5比0刻掉对方 或者是稳当地拿下三分 但是对于强队来说 这些就是你真正能够进入到前四强的这个关键 因为目前看起来前四强跟 应该算是新的 像刚刚落败的这个T1 他算是旧的队伍 但是有些新队伍像若海还没有开虎的这种队伍 他其实在这个战绩上面来说 跟整个战绩跟战术理解都不是来那么好 你要拿下比赛胜利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好 这边看到是BGAMING的先发本季登陆12的名单 7MINI 还有队长Iolite JEM班塞 他还Tucky现在他要求我们叫他SuperTucky 因为他的ID也改了 那SuperTucky 然后NIT 然后SuperHiroshi Nippa Tomoty Kuraya OK他还他没有要我们叫他SuperKuraya 那还有Pepper Kuraya SuperPepper 没有 这也没有 那接下来是台湾的队伍HorseMan的名单了 队长Fluso 小杰应该依旧是担任本季的队长 红茶 IC Flying Unicorn Ginima TW Spencer 小萌 Colin 大猩猩 阿农 Rex 肉包 Tommy Bloody Horse 還有LittleSky小玉 那小玉只是练习生意 所以本季出赛的可能性并不大 但是这就是本季HorseMan登记的12人大名单 12人名单里面 就是因应这个常赛季可以做一些调度 那在这个报道的部分也是 让大家比较有一个报道的空间 畢竟在这个线上赛 然后有这么长的一个时间 6月1号打到8月3号 真的是蛮久的一段时间 对 那其实先不讲Beat Game队上HorseMan这一场 其实上一场Steps我蛮有感受 因为其实我觉得4E那个点 TeenEvolution重处是代表一件事 他们的指挥官 没有像以前这么了解情况 因为有经验指挥官 不会第一时间就下去 其实就是回应到刚刚 新队员跟旧队员 还有新的指挥官要怎么样配合 我觉得真的很重要 那当然啦 HorseMan本季 名单并没有跟动太多 所以配合上来讲是 应该是还好 但是Beat Gaming的话 其实算算Beat Gaming 也没跟动太多队员 除了吸收几个 来补进原本退役的旧队员之外 其实 Beat Gaming本季大名单 其实也是蛮稳定的 所以 这样比赛 我相信Beat Gaming 跟HorseMan来讲 应该会是一个五五波的情况 主力的一个七人部队是差不多的 虽然说 看起来 HorseMan在之前的黄金级赛事 算是稳当 稳当能做在黄金级 那Beat Gaming是由白银级这边 从上一季开始 这季开始才进到这个黄金级赛事 但是在 上一季在白银级的一个战绩 我没有记错 季末也是一个全胜的一个姿态 也是后来 也是打赢了 应该是直接晋级到我们的这个黄金级赛事 它的一个实力在前面 两周的一个赛事 看起来是相当强的 不过就要回到刚刚我们开场讲的 白银级跟黄金级赛事的差距大概就是 3A跟大联盟之间的差距 你在3A打得好 不一定到上大联盟就打得好 我们也看过很多例子了嘛 那也有看过 你不要讲是谁 不要黑我 不要害我被黑 不要害我被黑 好算了 我刚刚笑一下想说 我要不要黑你 我知道你想讲哪个数字 可是 我必须讲 不要害我被黑 对 没关系 没关系 反正就是 但是我觉得Beat Gaming 是属于3A上海大联盟会打得很好的队伍 嗯 你说那种顶级新秀型的3A上海大联盟 也可以 没有适应上的问题 对 因为其实在 赛制的一个更动 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 可能是很大的一个帮助 那他们在 集火上面 在战术执行上面 我觉得 看起来CT跟Beat Gaming 两边的这个战术执行 跟集火的效益 是有越来越像的趋势 毕竟是 都是日本队伍 那同一个地区 通常会有一个社会学上名词叫做 路径相依 嗯 就是疏途同归 风格 疏途同归 最后会走到同一条路 这叫路径相依 有没有 这顺便来上一下社会学 反正都要毕业了 都要毕业了 你是main社会学的是不是 没有没有 这个是 你要知道人文科学就是这个样子 路径相依 到最后两 只要是同一个地区队伍 都会走到一个很 很相似的路子上 其实在雅福这边也是会看到一些状况 因为说在世界大赛的时候 我们都会发现每一个伺服器 也会有一定的一个打法式 比较相似的 也都比较习惯哪一套路的打法 那在世界大赛的时候 我们才会看到这个 算是伺服器跟伺服器之间的一个交流 那在 因为大部分来说 譬如说像 BGAMING跟NCT 他们打的这种团队作战能力 如果很强的话 对到他们 你就必须要去加强你自己的团队作战能力 那如果像譬如说 在俄罗斯伺服器 大家都是打一波流 然后打这个 单一车种 全部都是打T54LINE 然后跟你正面打一波 全部都打正面的话 你必须 这套战术久了 如果你没有一个很好的因因之道 你只能跟对方打一个正面 那久而久之 你其他的一个战术 比如说这个 视野压制的打法 智商压制的打法 然后拖时间的这个 炮车reset的打法 你没有打过 但是雅福这边看起来是 运用炮车的一个机会是蛮多 我举例 那如果是在 该伺服器是很少遇到这种状况的话 你会在这个 世界大赛的时候 你才会发现 原来自己的META 跟别人的META 好像是不太一样的 对其实 因为地区上都有差异 不过 其实每次世界大赛 玩之后 都会发现一件事情 各伺服器的打法 又会开始相似一段事情 再分开 真的 在准备完毕 直接开始 地图是在STEPPS 出身在地图 左下角的红色队伍 是来自日本 担任进攻方的队伍 BGAMING 选用的车辆是四台T5 是来一台LTTB 和一台华客盟犬 出身在地图 右上角的蓝色队伍 是来自台湾 但是防守方向队伍 HOSTMAN 选用的是一台T32 五台T54 还有一台5916 是啊 两边的阵型都是 蠻正常的 那在世界大赛之后 七七配置 大家都会稍微思考一下 如果是要打一个正面的话 是不是要 把两台的华客盟犬 換成一台LTTB 加一台华客盟犬 呃 其实STEPPS 地图的核心 核心打法 嗯 八六配置 核心打法还是八六配置 因为 进攻方这边 进攻方来讲的话 其实是很难 很难有一个完美的交战时机 所以主要的 一个战术核心的思想 还是在于 透过站点 作为一个诱饵 把对方防守方的部队 逼出来 来吃我的 吃我的伤害 那一前期我不断靠着 狙击啊 这些消邪的方式 来慢慢把你血量压掉之后 等到你受不了 冲出来跟我决战的时候 我在 进攻方再一决胜负 这时候 B Gaming先对 A5的底线 进行五颗的设计 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动作 因为A5底线 这边可能会有放车 所以先对这边 标准SOP 先从草丛灌一发 对 先往草丛灌一发之后 互送班塞Attack 这台T54来 上到A3 那这边 hostman也很 也很标准在做反制射击 班塞 班塞 班塞来了 班塞 直接 坦了班塞之后 冲出去 在这个标准的开光点位 将T54给亮了出来 不过 这时候看到 Race他马上往这边 弗路手Race 他们马上往这边做盲射 因为这个点位如果被亮 大概就知道从哪边来 这时候 弗路手吃了一发伤害 可是这伤害很低 看起来是 弗路手的位置 弗路手的位置 应该是在 不低喔 应该有400啊 没有他那个只有 他是T54来 喔对 200 200 200是T54来打的吧 200不到 应该是L LTTB打的也有可能 不太可能 因为LTTB 7mini的LTTB 在占点圈不可能做射击 要不然就是低伤 有可能是低伤 嗯 T54来的低伤 嗯 对 这边大猩猩也吃了一发 那这个应该就是T54来打的没有错 因为这伤害就是很标准的一个伤害 那这边 那这边后面靠的是要往前走的 这一个 去开光点 那因为这一次 选择一台5916 小摩的5916 是在靠 比較南边的一个位置 并没有蹲在比较靠前的草丛 对 这套打法 HOSMAI应该是 我在猜测 是REX的T32有带肚膜 等一下会交给REX进行开光 看到对方的一台 滑克蒙雪在南边 哦 看到小摩这时候 看到滑克蒙雪在南边 而且自己没有背量 相当的优秀 这样的话就已经大概知道 大概知道对方的配置 对方有个分兵的情况 那这时候就要等REX上去 哦 大猩猩弹了两发 嗯 这位置才两发 还算不错就是T32的一个用法 哇 这样7mini的LTTP 马上被亮出来 也被reset到两发 但 弗洛收斯架持一台T54Li 在这个位置是比较难走掉 不过换掉对方的一台LTTP 算是赚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讲说 进攻方这边 比较适合使用一个86配置哦 对 因为你86配置的话 你6可以送 没有关系 可是你7送到就有问题 这时候弗洛收 哇 滑克蒙雪 持续在做射击 这边要被打爆了 糟糕 这样前面换到优势又没了 对 不过这边南面的这一台 华科蒙犬的一个弹药 可以稍微算一下 小萌应该对他在做输出了 因为他丢了几颗 Aulite已经在做roll down了 那这时候小萌的5916 应该要抓着这些机会 不断抓着打 应该不会有人 应该是会被互送掉啊 这边是选择放掉 对 放掉 因为下河道之后 千万不能随意下去 因为对方河道可能有接应的部队 对 接应部队来 那这边5916是没有送掉 Poker掉两颗之后 进行resault然后绕回来 因为毕竟自己是防守方 对方必须要再重新再 建置一次的这个resale 对 那现在时间是 他们像hostman利用 利用这个牺牲换取到足够的时间了 对 时间剩下三分钟 必须要在这个timing点 要去再重新站点一次 但已经掉了一台机接车 那华科蒙犬又继续往南边这边绕 没有要回家做站点 对 这边的话 由NIT的T54 Lite 进去做压点 那这时候就看Rex上去这一波 因为如果是八阶射的话 其实是有可能被亮到 那这时候应该会做盲射 胡开 那拍一台5916 要不要拍一台T54 Lite 过去把华科蒙犬给抓掉呢 其实如果这时候分兵有风险 因为你前面已经倒一台T54 Lite 如果你前面的兵力太少的话 很有可能会被BGAMING 被对方冲一波 抓到一个反打冲一波的机会 所以这时候只能用5916去做牵制 小萌的5916 这时候任务是要去牵制对方 那同时既然因为5916在这边不断绕 会让BGAMING分心 他们会考虑到说可能南面会有部队要冲进来 所以BGAMING的部队就没有办法全力的去盯背 右上角这块区域 对 他们决定是要往北面的地方走 要从A5的这一个小口进去 喔 这时候一次塞了两台车进去 NIT跟SuperTaki 时间只要20几秒 这个时间点必须要冲得很快 不過这进来之后一个左转 应该就可以看到直接上铁轨之后 就会把所有的车辆给亮出来了 这边断在原地 顺修 顺修 没问题 应该是有cover到 那这边reset完之后 抵的就是后面的一个冲阵跟集火的能力了 对 大猩猩这时候带了四台车 红茶 大猩猩肉包还有安隆 这四台车上去 是要直接硬换掉BANSIGHT ATTACK吗 看起来是 这时候一台车去叮 嗯 不好换 不好换 但是时间只要 往这边直接跨过来 时间只要一分半钟 对 这时候TOMOT体倒了 所有的车辆都在这个位置 TOMOT体这样倒下去之后 IOLIT也倒了 MITS也倒了 瞬间倒了两台车 这样一个交换比 对于HOSTMAN来说还算可以 但是 类似的T32在这个位置 就展现出他的一个机动性不足的一个地方了 不是还算可以 是非常的好 这时候换掉这样子东西之后 应该剩下一分钟 对 让他走不掉了 让在这边应该可以换掉 再换掉一台车 如果再换掉一台车的话 基本上就还有一点点机会 这时候 对 时间只剩下一分钟 BANSIGHT ATTACK 想要上去顶 这就是我前面讲 不要去顶牛的一个问题 因为你这样差点挡到NIT的枪线 那这样的话这一步 血量剩下535 低血剩下40几秒 应该是扛不住了 嗯 很难讲 因为如果假设如果 if race 他因为他是上90炮 他射速很快 如果他能够抓到 比较低血量车的话 就有一点点机会 可是他似乎没有抓到 没有办法抓到一个输出的空档 对 因为在BGAMING这一边 他们所选择的包夹 因为速箱上的优势 其实所有的这个 第一时间点被对方打得到 所以在这个位置上面来说 我觉得在后面 如果已经有在充正上面 有reset到的话 可以考虑这个 大星星所带了这四台的 T5 slide可以不用 往这个铁轨的北面反 因为你往铁轨的北面反 你就再也回不来 应该讲说是被迫 因为他们停在那边 就等于被Banzai Tech 那台A3的 T5 slide会一直戳 一直戳 而且没有办法做反制 唯一的方法就是 往前冲 做一个翻大 可是这时候 DGAMING的部队进来 我意思是说 可以不要往北面翻 他可以从南面这边直接走 那因为我们 很习惯这套战术 直接往北面翻 去将Banzai Tech 被这一个位置给夹掉 你说翻回铁轨再撤掉 对不对 不要翻到北面 直接从南面这边走 因为你看到有两台 是在做站点 那情形比较不一样的是 对方是选择是 7-7配置 一台7-7已经爆了 那好可摩拳拳 在南面的一个情况之下 就是对方的两台 八戒车在做站点 那两台车在做站点 瞬间被reset的情况之下 你有4打3 4打2的机会 可以在这个 反而是孤立对方的 这一台北面 Banzai Tech 这个T5 slide 他可以戳得到 但是他的一个角度是很小 因为如果是沿着 铁轨的南面走的话 也许是一种 算是辨证的模式 但是这一套公司 我们已经太熟悉 所以很习惯的 往北面这边翻过去 但是事后来做检讨的话 我觉得以这样的一个模式 因为对方 重点是对方不是8-6配置 对方是7-7配置 然后是两台 8件事在做站点的话 你会直接面对的是 两台在空旷平原上 跟你一样也是 在空旷平原上的 两台T5 slide 那就是比谁的炮管多了 你自己还有一台 第三个的后面 小摩托5916 其实这时候 比较好的一个选择是 撤掉 炮 加入战局 也是一个选择 因为我已经拖掉 够多时间了 接下来就是看REX 因为你三台车 就算是三台车进去站点 你也要30多秒 快要40秒的一个时间 40秒的一个时间 才能完成站点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 因为已经 他们已经是压哨进去 压这一波了 拖到最后 时间已经不足半分钟 30秒了 这时候要做一件事 这时候小摩 假设如果小摩那一波 没有加入战局的话 小摩跑掉的话 那B Gaming 就算追到天涯海角 也抓不到小摩 这台5916 是比较有机会 把时间给拖平 因为最后面的时间 只剩下40几秒钟的时间 那在刚刚这个timing点 的确是有这样一个机会 那不过 因为OB也没有带到说 刚刚5916的一个攻击 做出了多少伤害 所以还是 稍微有一点差异的 不过 这两个方向都是赛后 我们可以去做检讨 那第一场 防守方式掉了 不过没关系 总共在step 之后 我们会打两防守两进攻 对那先介绍 两边的出身点外配车 出身在地图 左下角红色的队伍 是来自日本担任 进攻方的队友B Gaming 选用的是五台T5斯拉 一台LTTB 和一台M4E华克猛犬 而出身在右上角的 藍色队伍是担任防守方 来自于台湾的队伍Houseman 选用的是一台T32 五台T5斯拉 和一台5916 两边都没有做任何的辨证 嗯 不过我想了想 其实小萌那时候跑掉 真的真的会贏 因为你已经 你全部已经被拉进去铁轨了 你要回去站点 你还要再 还要时间 其实拖掉时间已经够 而且REX的位置 不错 是一个决断喔 如果是七阶车的话 是势必得加入战局 但是六阶车可能 跑 是要跑的 其实跑就好 真的跑就好 因为REX那个位置 已经压到一个 很棒的防御位置 而且这时候 B Gaming 剩下的四台车 血量都太低了 对 那这边B Gaming 在第二局的一个进攻方 都是走 一模一样的一个战术 不一样的是LTTP先到 LTTP先到之后 上去先做盲射 没有任何的反应 这时候应该是要跟刚刚一样 哈哈哈哈 超赚 赚翻 翻 翻在那个表示 你打我干嘛 哈哈哈哈 我要笑死了 是不是要笑死了 你不要太惊讶 不要太惊讶 因為我刚刚就觉得 嗯? 其实LTTP第一发盲射没中 后面就 应该是不会再继续开炮了 这应该是队伍沟通失误啦 那这时候 小摩的5916 拉到 走一样的位置 应该是可以把 滑克风拳给亮出来 然后自己不会被亮 前面这边有个草丛 上去 开V镜停下来 就会亮到对方的 应该就可以亮到对方 呃 但他这一次冲出去 自己亮了 哇 有点糗 有点糗 但是还可以接受 因为这时候不太敢冒然推荐 因为你 畢竟不知道 比较不一样的是 他多了一台T50 来到南边喔 对 在大猩猩的T50 来在南边掩护小摩 那这边 Aulita的MCE 在打什么东西 不知道 因为他有 开掉 开掉一发弹 嗯 就是因为自己 手痒开了一发 然后自己被亮 在这么远的一个距离 其实华克风拳 其实丢了一颗 也不会有太大的效用 嗯 对 其实不会有太大的效用 那 重点是T3 REST T32的位置 因为 T32这版本HD化之后 其实他的 炮盾有稍微变小 脸颊有稍微变大 所以 被击穿的可能性高一点之后 犯赛 还在那边 对 对 MIT 走在一个比较高的一个位置 高打第一次 比较好去做POG 齐鱼也被盲射到 喔 做到RESET 对 因为这边能站的点 就是那几个 所以 有今天队伍就是开始用 T32上90炮 开始用掃射的方式 掃过这一轮 我 看看你能不能把他 蒙到一两颗 那这时候 B跟明要选择压了 吗 这要硬压吗 B跟明要在集结了 已经跨过铁轨在集结了 等一下B跟明 可是华克蒙犬刚刚走的一个位置 是从一二号先撤回去 所以 他的一个路径 并没有被发现 B跟明这时候 已经在铁轨后座集结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这一波集结 就是要直接从A5 这个 铁道 铁道口硬冲出去 那这时候RES的T32 为什么要在原地 因为他要担任第一波吸 这个吸收伤害的角色 因为T32的输出 真的没有很高 是 就算上90炮他的输出 还是比不上轻型战车 他的DPM 没有很高 所以这时候 让REX先去吸掉第一轮的弹 而且 T52要打穿重型战车 其实还是有点点的压力存在 这时候跨了 对这时候跨了 班塞泰克先 首当其重 吃了第一发之后 后面的队友 只开到一台喔 这边进场之后 T32应该是会 在瞬间看到五台车 只不过后面 NAN已经看到对方的一个意图 开始在远距离做射击了 对这时候REX 哇这瞬间激火 直接爆炸 MCE直接被 直接爆炸了 哇 REX这时候 如果有机友的话 直接灌下去 往后逃啊 对REX这时候 开始慢慢往后撤了 这时候REX 先停下来 先把弹交掉 对阿隆在这边 持续在做输出 在这一个点位 直接押回来 做这个进攻 掰掰 这个位置就是一台一台慢慢收了 这时候大猩猩倒下 但是这次可以接受 战损 因为这一波是一换四 在这一个位置 是做一波的一个包夾 只是谁先倒下来的一个状况 那这边没有意外的话 后面可以拿下这场比赛的防守防胜利 这直接拿下胜利没有问题 因为这一波BGAMING冲下去 就直接撞进去 完全没有悬念的一个 完全没有悬念的一局 是我觉得在这个位置上面 如果你是要打1号点位 北面这个位置的话 你第一发被盲射中 没有关系 你可以稍微等一些时间 不太需要这么急的去打2号点位 因为2号点位就是 摆在这个位置上面 你是没有办法做太多的一个进攻的 对其实我不太能够理解 为什么7minut 这台LTTP被reset到一发之后 全部部队就突然在铁尾后面的机械 就恼羞了 从A4这个平胶 A5这个平胶道口冲出去 因为理论上来讲 STEPPS 这招冲阵是 你有换到足够多东西的时候 你才能冲 而且你要确定一件事情 对方已经被打到 已经打到生活不能自理 这是一个残局处理 要打全肩的时候的一个冲法 而不是说像刚刚 完全没有换到任何东西 就直接硬冲下去一波 那其实有换到东西 只换到两发 但是其实这是不够的 要打这一波 至少T32要半血 如果只有T32被打 至少T32要半血 你至少要换掉 1000到2000的血量 你才有压的本钱 而且更要命的是 这一波压下去之后 BGAMING是 直接被逼入了壕沟里面 在壕沟里面 就直接宣告GG 没有办法救了 因为壕沟里 你在壕沟里面 你是被挤成一团的 人家是在上面 自由移动 高打低充 打各个角度出来 戳你这个点 你完全没有办法还手 对是没有任何的主动权的 那你必须要在 在被动的一个情况之下 就一波一波就被收容 那你也不会有太多的一个机会 我们不要让你打 那在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就像我们讲的 没有优势的一个 没有血量上面 已经有做一些压制的一个情况 你自己原生 就已经出对方很多的一个血量 因为对方是有一台T32 防守方至少会出一台T32的一个情况 你如果即使是想要打 不要打得那么被动 想要打正面的这个上面的这个位置的话 其实T32的一个血量 会耗掉T54相当相当多的一个炮弹 那同时间你在处理这台T32的同时 呃 后面进场的T54可以利用这个炮火间隙 很快的将你一台一台收容 这也是 呃 为什么在这个防守方这一边 会比较好打 那大部分的一个进攻方 只能对一号点位去做琢磨 就在你是 呃 两边的一个配车都是差不多相同的一个状况之下 只能打二号点位这边去做站点喔 我记得上上礼拜上礼拜有看到一台T32 吃了二十多弹才爆掉的情况 对 其实那时候就在讲 如果这二十多弹是交在其他轻型战车的身上 再回来的时候T32早就赢了 T32其实DPM真的没有很高啊 对 我就给你打爆就好了 没有关系给你打 你也要打掉我至少要十颗弹啊 对我后来想到 我刚好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现在的Meta好像对于T32这一个车种 在相较于其实42来说 其实它的地位提升不少 尤其在HD化之后 算说是稍微有点被NURF的一个情况 不过 呃 因为它在视野上面 是在八戒车的重坛里面是 没有人可以取代的 那另外一方面 就是它最著名的 我觉得 任何的新手刚开始玩到T29 T32 T34这一条线的时候 都会对它这个相当可以卖投的那个能力 铁头弓 铁头弓这个特性对于所有的这个 美国战车来说 就是这一条线算是最OP的 对没有错 其实这应该讲说是美国战车一个 美国战车这条线的一个特点 对 就是它的卖投能力都相当的不错 那T32这种车更不用讲了 那炮盾基本上是 无法对付的一个情况 对我记得 应该是295之类的炮盾 那基本上是不会 还是会啦 对啊 直接车还是 直接的TD还是会硬灌你的炮盾 295 但是后面还有第二层 对没错 那T32的一个地位即将就已经提升到很高 我现在才发现现在的META 对于T32来说 是一个大BUFF 对那接下来开始是要攻守互换 出生在右上角的红色队伍是担任防守方 来自于日本的队伍BGAMING 选用的是一台T32 五台T50 还有台5916 而出生在左下角蓝色队伍是担任进攻方 来自于台湾的队伍 HOSTMAN选用的是六台T50 还有台5916 那 这个META应该是差不多确定了啦 大概是这个样子 那只是你要选择 嗯 应该是BGAMING这边选择了477配置 而在HOSTMAN这边是选了一个86配置 来看一下两边的运用会造成什么样一点不一样的变化 因为在86配置上面来说你在南边比较不会摆车 那现在两边站成一个1比1的平手 那HOSTMAN这个配置的话就是要标准的去硬押一波 我记得Kulaya在对方来之前先随意撞倒几棵树 为什么 因为这边其实是可以摆车 可以摆5916做 牙可以来摆5916做定真的 所以这时候看到Kulaya NIT 还有Zubataki三个人开始伐木 是 本人强烈谴责这种行为 溫室效应已经够严重了 喔 开始忙 BGAMING比较常用的这一个 喔 忙到了 对 这就是讲Iolite这边被忙到 他要把Iolite的5916给逼退 他就在这边 反正我进攻时间不会这么快 我就先忙了一轮再讲 这是Iolite 超级害怕 槍铃弹雨啊 又中了 哇 在这边5916直接被换掉的话 可能会GG 爆炸哇 哇 完了 前面开光车5916直接被拔掉 太赚了 在这边 这时候就要等这个 小谋的5916到点 开始做站点 把对方逼进来 哇 这Iolite 这个想都没想到会被忙到死 嗯 这是 六台八街车 不断的这个炮火箭系 直接往这个位置 随便关啊 都有中 对 因为这边是可以接受的一个情况 因为 你不会那么早爆发交战 那我前面反正都要盲射 我就先往最有可能这个操点 不過5916这个位置 怎么会从这个方向来抢太快了 对 其实他应该要往后撤 哇 这边 哇 这样的话 如果小谋的5916掉的话 优势又送掉了 喔 还好 这边有换到一发 两发 三发 哇 库拉雅也被换到足够多的东西 这样其实 OK 还可以 还可以 但是 但是这个5916的走位 小谋的走位 怪怪的 太大胆了 其实不太需要从河道这边走啦 真的不太需要 时间不会快多少 嗯 其实最保险做法是往后拉 从 走一二号线 对 一二号线进来 因为你时间还充足的 只有那来到A3 那大猩猩为什么要上A5 他要探头去 把这边如果有可能有长车辆的话 要逼退 用50米强针的方式 来把他逼退 是 也可以利用炮塔稍微开一下 对 这算是一个被动开光的一个技巧 那这边5916 只剩下 还好没爆 只剩下一滴 哇 一滴 一滴血 这踢 这踢到小石头都会爆炸 剩下一滴这也 运气很好啊 对 这时候俘虏手的59 T50Light 压到C5这个平台点 这是要避免说 对方从C6这一代 探出来硬打的一个情况 是 这波战术其实对于Hoseman来说 算是大大小小的比赛 我看到一模一样的公司在进行 这是很标准的一个战术啊 对啊 基本上要做克制 也是差不多一模一样的 这边用NIT 用T50Light去做盲射这个选择 不是很好 戴的是V镜 没有时间让你开光啊 没有时间让你 让你停住来亮V镜 因为第一个是A4 A3 你看这边有NAN 阿农跟大猩猩你的压力是很大 这时候弗鲁兽 的T50Light 先射一发可以接受 对 而且他这个地方 即使V镜开到 他必须要自打 自开自打 对 没有人能够帮他的 这时候弗鲁兽被 打到一发之后 他就大概知道说 你枪线已经拉到 2号点位前面了 对 所以他这时候稍微选择往后退 等你过来 退到比较保守的位置 等你过来 那这时候BGAMING 时间之下40秒 差不多 OB你要去哪 OB OB頭晕了 那边没人齁 差不多会冲了 所以这时候HOSTMAN 把部队开始稍微向前 这时候肉包 哇 太 走在大平原上 走在做反刺 对 因为他知道对方要来 这时候 要硬冲了吗 要直接上去 BANZA ATTACK在这个位置 必须要遭受2颗 好 应该是有人没中 不过在这边 大猩猩跟NUN 在这边 喔 这边又跨下去了 BGAMING很爱使用这套战术 那 有没有人去做reset呢 看起来是没有 这座superhero虚倒了 其实也不用管了 有人去做reset的话 就多换了一发弹药 这边NUN 是直接上来 不太需要留在他原地做进攻 他是要先激我NIT 先打NIT 因为NIT的血量是最低 而且是翻在一个死位的位置 只有NIT 直接被Anon 一发带走 在这边BANZA ATTACK 也是没有办法抽走了 BANZA 直接爆炸 在这边只剩下对方的一台T32 跟一台T5赛SUPERTUCKY 而且TUCKY已经被定住了 直接爆炸之后 T32也跑不远了 那猴石妹应该可以拿下进攻方 这场胜利没有问题 没问题的喔 最后在料理T32 是没什么意外的 那这台T32 其实在所有的一个车辆 都在做进攻的时候 他如果没有在第一个时间点 跨越 这一个零线 然后直接上到平原的话 基本上他就是 最后被零略的分 这个打正面 也跟不上去 第一发断腿 然后其他人绕开来 很标准的选择 大星星停下来瞄 可是没有机会 因为RAIS收掉了 是 那这边进攻方式 由HOSTMAN 标准的86配置的1号点位进攻 那在 比较值得去做探讨的 我觉得是5912的血量 是稍微有一点可惜了 这个走位上面 可以做一些修正 虽然说 还是赢的 但是可以赢得更漂亮 因为 刚刚是只换一发弹药 你就让对方 搭掉这台的这个六阶车 其实在 如果是满血的一个情况 你可以被reset之后 你可以加入战局 还可以有更多的 扛伤的机会 那对方 应该是不会先打你 那你就会有很多输出的机会 那六阶车 能够加入战局 是现在7-54赛制 最好玩的地方 对 因为其实一台六阶车 虽然说5916 他通常是用76的连发炮 他穿身 就算是金弹穿身 也很低 没有错 可是一台六阶车 在你旁边绕来绕去 一直戳你 你也是会反的 你也是会分心的 甚至在队型上面来说 也是可以稍微cover一下 自己一个队友 那你一旦是使用这个 可能两边都在做 做瞄准的时候 有另外一只小蜜蜂 在你旁边晃来晃去 你会不能打他的一个情况 就是你就想想像 你在打战战世界的时候 有一只蚊子 依照定你的手 差不多是那种感觉 我打的时候通常都会 对 突然会跳到 跳到电脑前面 然后开始各种乱按键盘 对这个很凡是一样的 但是 猫比较可爱 蚊子比较讨厌 刚刚的5916 如果活下来的话 就会像蚊子一样讨厌 嗯 什么 你这什么脸 猫可爱吗 猫还蛮可爱的啊 猫有比 应该说蚊子有比猫可爱吗 没有 但是我家猫很可恶啊 吃货啊 那应该是 主人的问题 我又不是吃货 我家猫那真的是吃货啊 很正常啦 很正常 那不过我觉得 刚刚的这样一个 小小的一个细节 可以再做一些调整 我相信第二场比赛 呃 对于BGAMING来说 这样的一个防守的策略 并不是这么活用的一个情况之下 是可以再用一模一样 一套战术 稍微做一些修正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拿下比赛的胜利 不过我觉得刚刚这边的 这个BGAMING 这台5916 可能不会放在同一个点 因为直接被盲到死 真的是太亏了 我觉得BGAMING那台5916 因为那个点太固定了 对 只要有跟BGAMING 对战过的队伍 一定会打那个点 因为他们就是摆那个点 摆习惯了 所以这时候反正SOP 反正我第一波都要交 大概都要一到两轮做盲射 我就全部灌你这个点 我集中灌 我看有没有办法灌死你 对那就是刚刚被HOSTMAN给堵到了 这里是 奇特的一套战术 这是两边对于互相的认识 以及对地图理解的关系 好 第四局比赛开始 这也是上半场的最后一局比赛 出生在地图右上角的红色队伍 是来自于日本的队伍BGAMING 选用的是一台T324 五台T54Li 还有一台5916 而出生在地图左下角的蓝色队伍 是来自台湾 担任进攻方的队伍 选用的是六台T54Li 还有一台5916 两边都没有做改动的一个状况 来看一下HOSTMAN是不是在进攻方 会打一套一模一样的战术 再试一次 应该会 因为这套战术其实蛮有效的 那这边 又有伐木工三人组来了 伐伐伐木工 这边 没有错 你可以看到那边三台 在A5那边压来压去 真的是 嗯 不过进攻这边 是稍微有点不一样的地方 是 小魔5916上去做开光了 IOLITE 换点了 换点了 但是 换蹲另外一个点 这个地方 但是这边好像5916 你乱动会被亮喔 亮了 亮了 哇 又要爆啦 哇 你可以爆啦 這次看到目标 蹦蹦断履带GG OK 爆啦 他有说 我换点还会被爆 因为你不要乱动嘛 没有 因为这边的话 小魔5916在F6 这个位置是可以开到 对 侧面的开光点 侧面没有炒锁 大家如果是塞到草丛 应该是 不太 应该角度上要稍微 确认一下 应该是开不到啦 要瞧一下啦 然后尾桩网开的话 应该是OK 对 所以这次小魔 这次学聪明了 拉回去从1、2号线进去做站点 他到时候要念说 好啦好啦 我知道啦 然后这时候 阿农跟大猩猩应该就 互送上去A3这个点 持续做输出 喔这边好像有反制喔 大概知道你要干什么 你知道我要干嘛 我也知道你要干嘛 不過这一次 阿农跟大猩猩也走得比较 保险一点 在这边遇到对方了 完了 完了 这时候阿农 阿农应该可以躲掉 阿农应该要赶快上去 大猩猩这个是退不掉的 这时候就只能硬换 硬换 然后等后面队友来救援 掉下去了 这时候让上去 大猩猩也退掉了 然后这时候队友也赶过来了 要处理让这个位置是相当辛苦的喔 大猩猩不要先上去换 直接冲阵 肉包来了 直接要对这个SuperHiraki 肉包SuperHiraki 直接被黏了上去 直接要爆炸了吗 再一发 这边激活便有做得很好 没有人在管肉包 这边应该是可以先将SuperHiraki给带走 但是让也被 也被击毁 这时候奇迷你也击毀大猩猩肉包一倒 刚刚肉包要上去顶 我真的不太能够理解 前面已经讲好几次了 不要顶 对那这边5916也冲进来 想要做出一些伤害 这时候可以接受 因为你是进攻方 5916这时候要加入战局 火力不管多少都是火力 这时候先换掉一台之后 哇 NIT收掉了小猫 死在这个位置不是很好 但是还可以接受 因为后面的枪权可以绕开啊 这时候 Rex跟福禄獸要二打一 要来抓NIT NIT要利用福禄獸 当掩护福禄獸 被Banzai Attack收掉之后 后面的红茶 应该要想办法再一发换掉NIT 再一发Rex 只换 但这时候T32感到是有 一点危险喔 在这个位置有很多的残骸 应该是没有办法 能够以一个二打一 将青坦给带走了 因为后面T32也感到 是相当重要的一个 呃时间点的掌握 这是要比操作 这时候Rex出去 红茶应该要出去补枪 有这种Rex翻了回去 但是红茶就走不了 但这边一打一是打不赢的啊 打不赢 这时候红茶被情敏力的T32集回 然后Rex这边也没办法了 直接被带走 那恭喜BGAME拿下第四局的比赛 两边赞成一个2比2平手 对 除了2比2比2 这边两边所获得的一个胜利 两边都是各自打是一胜喔 那在呃到时候 如果真的打到type breaker的话 我们会比的是 在进攻方这边的获胜数 那两边目前在step这边 都是获得进攻一胜的一个成绩 那如果两边都是进攻 获胜的这个场次是一样的话 我们会比这个进攻的速度 进攻获胜的速度 对 如果进攻速度一样 我们才会比进攻的时候的伤害总量 来判断说哪一边是比较积极进攻 那其实这边 嗯 我觉得是B Gaming打得很漂亮 对 它其实在反制的一个空间 我觉得第一波的 因为把对方的5916给换掉 那等待5916上来的一个同时 这一个timing点应该可以再早一点 就是阿农要到该点位的时间点 应该再早一点 那如果早一点上去的话 呃 大猩猩来到的这个位置 也不会这么早到 因为你会等阿农先到 呃 A5 A6 这个开光点之后 大猩猩才会往前跳一格 那后面的响线也架起来 这个timing点刚好不会是 呃 算起来 应该对方在做冲阵的时候 阿农如果已经先到点的时候 大猩猩是会在后面做cover 不会到这么远 呃 这么前面前线的地方 这个位置去做 那B Gaming 所以你虽然说前期掉了一台5916 但是后面的一个反制 也知道对方想要做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他提早不让这个点位去做setting 那在刚好对方是 在hostman这边自然做移动的一个过程 刚好是大部队 抓到了一个多打扫的一个机会 那一旦是有这样的一个劣势 后面其实是很难扳回来的 还有一点就是肉包不应该冲下去 其实在铁轨上面玩对方就好了 对 直接做射击 因为没有任何人在管理的话 你其实是有一个进口空退空手 应该是在铁轨之后 对 其实在铁轨上打就好了 因为你在铁轨上打 来玩对方 其实会好一点点 因为 对方等于 对方已经全军 甚至赌一波 浪送掉就送掉了 换掉多少东西 把对方困住 才是重点 因为其实你前面已经换到 浪虽然倒了 可是他换到够多东西了 那接下来 还算可以接受 因为对方要处理掉他的时间 是会来比较长一点的 那 当他们这个timing点在处理浪的时候 你其他的一个车辆 必须要所有的车辆 都同时跨到铁轨上 架开枪线去做同一台车的狙击 嗯 那第二张地图是选在Legville Legville这张地图是在本季才新加入的 没有错 那 其实刚刚阿农的点 班塞海泰克去抓没有错 可是 班塞海泰克被抓 去抓阿农会有个问题 他会被反抓 因为他没办法顾到屁股的掩护 他等于只能正面一面跟阿农打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阿农倒了没有关系 这时候我后面在铁轨上队友 收掉班塞海泰克 有换掉1比1 一换一吗 所以其实刚刚的这个 timing点上面的一个反打 跟临时的一个应变 呃 后面的枪线是来得太慢 他不是 等大星星退下去的时间点 的这个timing点 还没有办法同时间在 阿农被抓的时候 就上去抓 但是我觉得在 部队移动的 速度是稍微来得慢一点 不过在Legville这张地图是 呃 刚刚Steps 我们打的是轻盈战车 但是在Legville 就要考验 两边的一个选手 对于重型战车 以及城镇里面 城镇站的一个 这个掌握了 对 其实B Gaming 刚刚有一个很大的失策 就是竟然放大星星回去了 他不能放他回去阿 理论上 集火第一波下去 大星星应该是 一个回不去的状态 结果你竟然让大星星回去了 我觉得这代表一件事 B Gaming 这波集火是做得相当糟糕 呃 我有看到这个炮线啊 但是 因为速度来得很快 但是应该是第一波 所有的一个车辆 从A5进去的 这个timing点 呃 移动射击 是没有将大星星 给集火给打掉 应该是弹了不少颗啊 对 因为 第一个是移动啊 那就是扩圈 惩罚而比较大 对 但是 理论上讲 不应该让大星星有退掉的机会 因为大星星应该是很 从容的翻回去 铁轨另外一边 所以我相信所有的人 应该是稍微有点 不一样的意见 就是是要先打前面这台 走不掉的阿农 还是要先打 要往后退的大星星 是应该是有点奇异 所以在第二发的一个弹药 特别的角在两个人身上 OK 下半场比赛 开始地图是Legville 由BGaming担任先手 而Horseman担任先攻 出身在地图 南面的红色队伍是担任 防守方的队伍BGaming 选用的是一台50 一百四台S3 一台T54L 和一台5916 而出身在北面蓝色队伍 是来自台湾的队伍 Horseman担任进攻方 选用的车辆也是一模一样 两边是一个镜像的配车 那两边待会要打 看这个开局走向 应该是会在教堂附近 会爆发这个战火了 教堂中间会打第一波 因为这一波 推进去的话 就可以直接打一号点了 喔 这边BGaming分兵 那Horseman到教堂之后也分兵 喔 被开 喔 被开 可是躲进去OK 安全了 他卡进去石头里 喔 第一颗打在后排的T54Li身上 原来他是打后面的T54Li 因为他打Superhero旗弹蛋 但Superhero旗似乎太出来了 一下子被打到半血 769滴血回去 然后NIT的T54Li 哇 又中了一颗 这T54Li没有站立了 只能撤 但我后撤 对于蓝方卫说就是 继续往前进攻 这是一个很好的探名 如果 这时候弗路兽 弗路兽的T54Li还在后面做狙擊 这时候弗路兽如果大胆一点的话 他会从4号线这个湖边的这条小道进去 那这时候小魔差不多该走了 对 没有错 该走啦 不要久呆 偷到东西做案要绕跑 对 那这边也有开到东西了 也将对方的一个血量是掉得很低喔 那这边要做的事情没有别的 就是集结可以打一波 还不行 但是要往哪个位置去做进攻 必须要稍微思考一下 还没有到打一波的时候 因为这时候对方BGAMING的枪线和血量 还没有打 虽然说现在HOSTMAN有1000的 1000左右的血量优势 可是这优势还不足以让HOSTMAN打一波 要 这时候双方都还是一个7打7的情况 要稳住 想办法再换掉更多东西 等待 福禄兽从中间轻掉走到这一波之后 再来想办法做进攻 嗯 但这位置已经压到对方 是没有办法动 对 这时候压住对方就好 因为你要把 只能是比两边的这个重坦的对跑 很明显就是只是对跑 因为两边的这个布阵 其实是相当成熟的 也将所有的一个巷弄 都有各自都有人在做看守 那便能说是 没有什么多打扫的一个局面 就要靠外围 能不能去做一些事情 这时候福禄兽跟小萌要从 一二号线三股清进去 这也是一个合理的选择 因为你走四号线的话 你的确可以比较快清掉 中间没有错 可是会有风险比较大 因为你也可能被 城镇外围部队反打 城镇外围IS3 你扛不起两颗啊 对 那你走一二号线 会比较慢 但是风险相对较小 而且对方NIT的T5赛 是一个半残的情况 你这时候上去一发一发换都赢 是 这边的一个选择也算是相当不错 这时候的话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福禄兽 Surprise Surprise 他想到必须要去开光 但是来不及了 哦 远边他被开到了 一发 他想说怎么被开到了 剩下181滴血 还卡住GG 蹦 这样还有第二发机会 直接爆炸 那这样的话 接下来就是把小萌跟福禄兽插进去 然后这时候你 IOLIT 596也倒了 哇 这样的话变成BGaming 属于一个很尴尬的情况 因为你这时候 一定要分50100回去 对 基本上不是尴尬 就是GG的一个节奏 对 这已经是一个巨半了啦 还不要想 讲那么死 要不然人家要说我们独奶 呃 以战况分析他就是GG 因为他没有车辆可以掉回去啦 有50100回得去 可是你50100回去 回去的话城镇就挂啦 对 Superhero 倒了 可是阿农也被班塞 他还换掉 洪茶在跟7mini做一个一打一的对决 我发现Ruinberg的这张地图是一个 前期一旦是换到优势之后 后面其实 慢慢做 做的 呃 節奏算是一打一 居多 就是以個人技巧去 呃跟对方做对炮 差不多就是Leggville啦 这边Bloody Holes 提分的 50100打完6颗蛋之後 撤队 那基本上接下来 就是跑而已啦 因为 導播知道这两个人 觉得无聊 在跳舞了 4秒2秒 服务手表示来跟我跳支舞吧 但是小默表示 赢了 我没有要管你喔 站点完整 我在挂网看 看这个网拍 看 影片 都可以拿下比赛的胜利 那我们恭喜 Holesman拿下第五场比赛胜利 一个3比2的领先 对 因为其实在 呃前期 两边其实 呃交换的这个 我觉得位置上面 都没有任何的一个问题 只是 刚好在Holesman这边 运气比较好 那也知道 呃应该是None吧 浪打的第一发嘛 浪打的第一发 浪打的第一发 这是相当关键 因为这T50Line的一个位置 刚好是 在整个部队里面 是稍微脱节一点 那浪也知道在 呃 算是 呃 算是教堂的南面 教堂的西面啊 教堂的西面啊 教堂的西面有一个 位置是可以让Is3 看到整条 这一个 比较长的这条巷子 那可以控制住 很多的这个琴枝 那刚好是 呃 泡压不下来的一个情况之下 在远边的T50Line 刚好被挤穿喔 我觉得 是打响了这一次 比赛胜利的一个 的奠级 嗯 其实这时候 这时候先把T50Line 压掉残血 刚好有一个意外的效果 就是对方的 部队已经受限 因为你第一波看到 对方终于战士 全部在城镇里面 他不能退 因为他这后退了 会发生一件事情 会被压 会马上会被Hostman 硬压回去 那就倒更快 那你T50Line这时候 已经真的是没有办法 中的办法 你T50Line 已经被打到剩下465D血 你撤掉之后 而且你没看三谷 是一个最要命的行为 应该这么讲 他不看三谷 也是OK 但他的5916 必须要去看三谷 应该这么说 那T50Line看城镇中间 是正确的 因为他毕竟是八戒车 但当对方是从城镇外围 去做突入的时候 他可以稍微去 在远端做一些地片的输出 不过 在配置上面来说 应该是掉5916回来 那一台的IS3 是顾这个外围 但顾外围 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对方是打四号线的话 会 你会变成是眼睛不够多 就是在防守方 我觉得在 在Legbill这张地图里面 算是会打得稍微被动一点 那在前期 如果跟对方没有换到 正面的一波的话 其实在后面是 应该说是个timing点 你要拉回去也不是 那你要进到城镇的外围 你要往后一拉 或是往前攻 他会是 两边都互相卡住 其实走四号线 四号线掉的话 嗯 我觉得 影响会稍微小一点点 因为四号线能够打到城镇中间的角度 毕竟只是少数级 而且 对方能够反打角度 好像还比较多一点点 对 所以这时候 其实四号线掉比较还OK 但是你一二号线 三股被人家这样偷摸进来 真的超级要路 对 所以五九一六 要顾在这个城镇外围 城镇外围要被包一波的话 IS3可以去顾 那五九一六 必须要去调动 那在这张地图里面 这就是比较 有趣的地方 就是 一二号点位的一个设置 对 那 第六局的比赛开始 那两边的配色 还是一模一样 又是一个镜像开局 出身在南面的红色的队伍 依旧是担任防守方 来自于日本的队伍 BGAMING 出身在北面的队伍 是台湾的进攻方 来自台湾的地主队伍 HOSTMAN 这边 兩边的配色是一模一样的喔 对 这时候 哇 心机好像有点重 对 这时候选择 先不偷第一波 没有关系 反正我晨晨中间 迟早会撞到你 那这时候我选择 先拿下其中一条线 那时候大猩猩 应该慢慢压到教堂附近 因为教堂附近 其实有个斜坡 大猩猩可以卖头 那IS3卖头 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好打 对 现在小头皮也是 比较困难一些 小头皮一直都很困难 不是现在比较困难 对 瞬间如果你是麦头 前后洞的话 基本上是消不太到了 消到其实是运气好 对 真的 那个运气很好 这时候小魔先从一二号线 进去 刚开始是看T50 来跟着他一起走 但是没有喔 应该是要怕说 中间突然被对方硬虫一波 很干 宇宙无敌 世界霹雳嘎 稍微要cover一下 那这边 比Gaming一样是放掉了一二号线的 这一个 地图掌控权 我还是建议一二号线 真的要放车 走到这一个 尖点的开光点 带了光学镀膜 没东西 没东西 也没被亮 但是这双NIT 回来了 噢这一次 福寿的T50世代 是走四号线啊 对 噢这边is3压了 在这个时间点 防守方压了 竟然 压了 在这个时间点 Iolited 5916 离开了城 湖边的这个反制点 这时候小魔 噢被T50世代开到了 必须要撤 刚好被抓到一个timing 这撤不掉 这撤不掉了 嗯 对方如果死叮了你 不是死叮 是说 你这时候如果要翻回去 又要实践 那T50世代又有一发的实践 那这时候 真的只能这样子 卡在这边 因为至少 先卡着 但是知道对方有一台T50世代 对 但是你城镇中间 也还没有足够多的本钱 这时候 福禄兽的T50世代 开始做调动 似乎是要进入 加入城镇中间 这一波大混战之中 因为这时候 有一台is3 推的稍微前面一点点 这真的是心理战 因为双方都不知道 对方离开没 对这时候 福禄兽要从侧面摸进去 在is3 Superhero 5916 是不是将福禄兽亮了 不是 也开炮 是福禄兽开炮 所以被Superhero 亮到 之后福禄兽稍微往后 哇 这两发都炮掉 没有中 没有打到Superhero 有点可惜 嗯 卡住之后 对进攻方 待会要做重蹭 并不是那么好打 嗯 现在这个解法的话 因为 这个时候BGAMING的部队已经展开 应该是从0号线走啊 走了 这时候只能推进 对 这时候要推进了 这时候推进的话 要先把Superhero许夾掉 因为Superhero许 如果能够在最短时间 用最少伤害换掉的话 这样的话就有利 这时候红茶第一发 被断掉履带 但是后面 OK 这时候秒修 然后大星星在后面 補掉 没有问题 然后马上贴墙 对 这时候贴到Rex这边的墙壁 打 这边是一个多打掃 然后Curaia这一发 打Rex 炮掉了 这时候Rex 又炮掉一发 弹了两颗 50-100 原来是50-100 我想说NUN是稍微想了一下 应该是在想说要打谁 应该是在秒50-100 对 这时候NUN先吃了一发之后 后面Fluo Fluo满血上来 对 他应该是要加入战局了 可是红茶的血量 被打到剩下53滴血 NUN在这边受的伤害有点太多 Fluo加入战局之后 可以应该是血量掉了很快 血量掉很快 但是这边同时间 Big Gaming的战车 已经受损一台了 对 这时候7mini的IS3 也倒了 倒了两台 7打5 Banzai Attack 这时候被往后逼 Iolite也可以收掉小魔 可是这应该已经于事无补了 因为城镇中间 已经是一个一波倒的态势 Kulaya被Race一发解决掉之后 Super Attack也倒了 城镇中间全部清掉 Banzai Attack也倒了 那时间还有三分钟 必须要对后面 最后两台 这进行战车做追击 这时候 中原战车进去站点 然后Fluo 跟Fluo出去外面做阻挡这样就OK 亮了 NIT亮了 对 NIT没办法 因为这点位他等于是被迫开炮 这移动射击偏这么多 这只是甩一发而已 欸 错了 甩到了 太神啦 这时候Fluo 过去就是要贴房子 抓掉5916做双保险 哇 两颗 两颗 还烧起来 直接烧毁 那这边只剩下最后一台5916 应该是 不管怎么样都可以拿下这场比赛的胜利 这边是有Hostman在进攻方的第二场拿下比赛的胜利 其实在这一局里面 前期做的关键点是在于小摩的这个 遇到对方一台T54LINE之后 知道对方 这是打一个心理战 因为不知道对方到底什么时间走 那在正面是稍微做了一个进攻 那也堵对了一个方向 将对方的一台的押到教堂这边的一个战车 押完之后 在北面 应该算是零号线啦 不是北面 在零号线这一边也有拿到比 这个交换比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所以慢慢的在 在雪球效应的滚动下面来说 50100没有写了 后面这个自己这边的提分的这台50100 进场去做一个很好的一个输出 在这个 差不多八九号线的这个IS3的混战里面 自己有带一台的50100 所以就很快将这个城镇里面的战局给翻了过来 其实Superhero许押到教堂的话 其实有点太冒心 因为那个点位 对进攻方只要打一个撞墙的话 基本上Superhero许在这边一定倒 因为你教堂后面这一排建筑物是整个贴上去之后 只有一面枪线过来 你侧面这两个走道要进来打他 你要探出来 我后面还有架两支枪在压你这个走道 你怎么出来 对 其实压教堂这个位置要压的话 其实你后面的一个部队必须要很靠前 那这台反而不是诱饵 这台不应该去做诱饵 而是当对方直接打进来的时候 你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侧面进攻角度 这台战车我觉得反而是有一台 我觉得50100要去压的话也是可以 但是你必须要在前期真的是没有人理你 你才有可能压到这个点位 那我觉得防守方这一边还是要稍微打得比较保守一点 要么一开始跟对方直接打一波 那猜测对方要走城镇这一边 你直接是压到这个 算是跨越过这个教堂之后 直接打一波的一个战术 我觉得这个是属于心理战的一个部分 那现在其实有些时候是要打一些 运气成分也是有一点 那除了猜测对方的这个战术走向 想要赛前的这个情知的搜查之外 有些时候还是需要一点运气的 对其实我觉得说 B Gaming 这一波的话 其实B Gaming 这一波一二号线的控制权 整个失掉 是有点太冒险 稍险冒险了一点 其实B Gaming 不应该完全放掉一二号线 这是一点 那第二点呢在于说 你防御的位置你推到这么前面 其实是很一个赌 一个赌博性的一个防御方式 如果正常的防御方的方式的话 我会建议拉到城镇的外围 或者是直接拉到站点圈的外 一号站点圈的外围 外围做防守 那边会好很多 因为后面你可以 在二号点位的地方 摆轻型战车做狙击 我前面中型战车床 轻型战车做狙击 其实这样的火力网是很OK的 是 不会有任何的风险存在 对 因为毕竟对于防守方来说 其实是很好防守的 你必须 你可以推到比较后面的位置 跟对方比较 比较不去做第一个timing点的交战 而是当对方已经来到 逼不得已 在时间上面的压力 时间是你最好的队友 时间上面 对方 进攻方有压力的时候 他就必须要去压点 逼你出来做reset 对 那在这张地图 Legville 这张地图里面 其实防守方有很多的地形上面的优势 其实时间点上的优势 都是站在防守方这一边的 对 其实这一边 Legville真的蛮多 可以让防守方利用的点位 可是B Gaming这两局 完全没有利用到这个点位 反而是选择直接出去 在hostman进攻方这边 稍微有力的点位做交战 我觉得是有点可惜的 对 我觉得都是在这个 比较靠前 然后跟对方硬碰硬的这个状况 应该在防守方这一边 是要一开始去抓这个 而不是在后面 才跟对方 打一个男子汉的一个交手 对 这边 下半场第六 第七局比赛开始 攻守互换 由B Gaming担任进攻方 hostman担任防守方 出身在地图 北面的红色队伍是担任进攻方 来自于日本的队伍B Gaming 选用的是两台S3 四台T54Lite 还有一台5916 而在地图 南面的蓝色队伍是担任防守方 来自于台湾的队伍HOSTMAN 选用的是一台50100 四台S3 一台T54Lite 还有5916 那以这个态势来讲话 hostman因为轻型战车 属于一个绝对劣势的情况下 我相信hostman这边会打得相对保守 而城镇这边会打得相当的激进 因为你城镇只有两台重型战车 可以跟我批敌的情况之下 对 就是防守方可以打一个主动拳 因为对方配车就是不会打城镇 那你就直接压进来 我直接跟你硬压就赢了 对 那你在外围继续绕吧 但是在这个timing点 要回去做回防的话 可能就是另外一个问题点 城镇没人 还可以接手 因为福禄兽 抱歉是小魔队5916 摆的位置其实是很ok的 他有必要的话可以马上回去做开光 而福禄兽这边 哇 Iolite 这边被定位出来了 其实他被开光开很久了 怎么还是会走这个点位 其实他该早就该走 他早就应该撤了 第一个timing点被开光 其实应该就撤掉了 对 Iolite 这边应该是会硬收一发 呃 我建议不要硬收 因为你后面 其实Iolite有架枪线 你看 抱歉是BGAM有架枪线 哦 这这个地方怎么吃的 后面的 后面的7mini的RS3这样子过去 之后福禄兽是在后面做一个 保护二号点位 用开光的方式来亮出对方就可以了 对 压房子 这边5916被收掉了 对 安隆收掉了Iolite 的5916 那福禄兽现在这边的话 会有点 会很危险 因为你现在是两面被夾的情况下 福禄兽能够撑多久会是一个重点 因为他要防止对方对二号 要亮出对方 站顶二号点的部队 告诉队友说 他们站在哪个地方 提供队友射击的空间 是两台就站点 那T50LINE已经回来 先行做回访 那对方是切一个中线 哇在这一边切中线 5916 刚好在这个timing点 没有看到三台回访的Is3 这边很可惜啊 两台Is3跟一台T50LINE 那要去用六阶车硬开 哇这样福禄兽出去硬开 两炮而且还没有 还好换到一炮而已 但是后面被打了 哇这样的话福禄兽在这边应该会送掉 走不掉了 往后撤也会死 往前走也会死 怎么办 哇这负面受敌 福禄兽应该是保不住了 哇 这样的话其实这样福禄兽真的很危险 这时候就是看后面队友的狙击功力 然后还有说你BGM会犯太大错 这时候大猩猩又吃了一弹 两颗507滴血 剩下506滴血 嗯 在这边后面做reset 其实对方一个枪线在4号线 这边没有控制住 我觉得是稍微可惜一些了 Rex也被 也被 也掉蛮多血量 应该让红茶出去扛了 红茶这时候出去稳稳站住 5秒一发 哇这时候Nipa 被开了出来 然后而且还连吃了两弹 这时候站点圈快跑完了 小萌被迫出去 喔小萌竟然都reset 有reset到两发 兩個都reset到 可是重点是Banzai Attack 喔有reset到 哇有reset到Super Taki 这样的话 算是Super Taki Super Taki出来被reset 这样的话小萌赶快压进去 之后对方的两台车开过 但还有一颗还没有开过 这样的话逼退两台车 还是稍微有一点机会 如果这一发 没reset到 没reset到 那这边Rex 被带走了 被带走了 那应该是GG了 因为这个位置 后面是两台的I3 跟一台的50-100 呃 占领圈 都离占领圈 有点太远了 太远了 这回不去了 那 这是reset不到Banzai Attack的喔 那这场比赛应该会是由BGAMING 手下他们的赛末点没有问题 那问题还是 HOSTMAN这盘的问题 是出在于说 我觉得第一个 我觉得是 赌博被拆到了 嗯 I3 对方是没有看到任何东西 I3只有两台 我觉得BGAMING也是心机蛮重的 他是假装 我要去找这个城镇中心 但是城镇中心 5916被亮之后 亮到对方的一个意图之后 呃 反而是这边有开过火的I3 其实跟对方有稍微对抛一下 让对方知道你自己的位置 但是没有想到另外一边 呃 以青青山车为主的一个车辆 已经来到2号点位 这个点位 是来的比较晚一点喔 所以 回到一样的问题 如果是一个86配置 六阶车要不要一开始就先定在 这个 这个 算是离开城镇附近的这个交站圈 以及开光圈的这一个12号线 这个位置 我觉得是在Legville防守方 必须要遇到的这个问题 必须要抉择 我觉得防守方一开始建议 还是插湖边的 对4号线中间的一个反制点 因为对方通常会冲4号线 那刚刚hostman的位置 就等于是被逼近 4号线可以打到的一个角度 那假设如果if 刚刚小谋的5916有插在河边 反制位置的话 hostman可以在中间就阻挡在这一步 对 其实他刚刚一直都放在有反制位置 但是比较不好的运气 就是当对方 两台IS3跟一台的T54来做冲阵的时候 他刚好要移回去 然后来去做强制开光 跟强制的这个近距离的reset 所以刚好在这个timing点 也让对方抓到这个中间的一个空档 是来到4号线 在这么短的一个距离 跟侧面的一个距离 反制防守防回守 这一个1号点位 我觉得这是比格林这一次 运气还蛮好的 其实重点 其实我觉得是小谋 小谋跟Fluso这边的5916 还有T54 Lite 有一个沟通错误的情况 因为那边只要让Fluso的T54 Lite 上去做开光 强制开光reset就好 小谋这时候应该要控制住 湖边的点会比较安全 因为对方一定会在4号线拉一个主级线 让你的车把你车压在刚刚的那个位置 其实对方会有两种打法 他会就是4号线可能是派比较少的一个部队 那去做侧面的一个压制 那这时候可能是通常是会是T54 Lite 但刚刚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 比格林是两台的iZ3在正中间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走1、2号线会太慢 因为对方如果是有这样的一个轻型散策的一个意图的话 他其实会走大部队直接从1、2号线压进来之后 将1、2号线给进空之后开始做站点 然后让后面的也许是六阶车也许是T54 Lite 保护他在对方在远距离reset不到的一个盲角 不管怎么样120秒他就会拿下比赛的胜利 但对方如果要做reset的话会绕掉很多的一个空间 所以小谋可能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 他想要跳1格然后回去做reset 对于八街车的车辆的血量的控制会来得比较好一些 我觉得这都是抉择上面的问题 刚好在对方冲阵的时候 他离开了反自开光点 然后对方就刚好冲进来 我觉得运气还不错 在战术的选择上面 我觉得的确是值得思考说 到底是要让T54 Lite去做开光 然后让远边的去做射击 因为开光他不太需要停下来锁圈 那如果要自开自打的话 变成说是这一台的T54 Lite 在前线的T54 Lite 会比较 会丧失比较多的血量的交换 其实这边的逻辑应该在于说 小谋这边在湖边开光点之后 他可以压住4号线进来做主级性的这几台车子 不管哪几台 我后面都可以先阻拦住之后 浮路兽就不会被两边打 浮路兽就不会被两边打 那他可以等到最后时刻再出去 亮打或是给后面打都OK 但是中间一定要控住 那这边 比赛开始 那出生在地图 北面的红色队伍是单进攻方 来自于日本的队伍BGAMING 选用的是四台S3 兩台50100 還有一台5916 而在地图南面的蓝色队伍是来自台湾 擔任防守方向队伍HOSTMAN 选用的是一台50100 四台S3 一台T54 還有一台5916 目前 HOSTMAN以4比3 暂时领先 暂时领先 那这场 对决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他就打成正 那关键的重点就在 这个 我们HOSTMAN的新队员 BREADY HOST身上 这台T54在侧面能够做到多少的攻击 我觉得是相当重要的 嗯哼 那这场比赛因为是 重型战车劣势 所以这个HOSTMAN做了一个很标准的SOP 往后撤 我利用这边的地形 跟你来做伸缩炮来消耗 同一时间 我进行战车有优势 我去抢四号线 或者是一二号线 都OK 是 但是重点是 重型战车 不要第一波跟对面交战 因为你 这个重型战车 是一个劣势的情况 你爆发力不如人 尤其是多擂台50100 差距是相当大的 对 那BGAMING也知道对方是怎么走 直接是 不浪费时间 直接往前压了 对 这时候BGAMING 这时候当然是一定要往前压 但是压到了 防守方的出生点附近之后 会面临一个问题 进退两难 要怎么进 要怎么退 因为 这边如果要进的话 要马上贴进去 大猩猩 不是 阿农前面的这个山坡 然后反抽 再 K9 这台S3 做一个反抽 先把它硬换掉 那这边是大猩猩 大猩猩 一个人挡三台 对 这时候OK 大猩猩做防御动作就好 缩进去 缩进去就好 因为你重点是要把对面给掉出来 你血量不能掉太多 如果你血量掉太多的话 你这点位就等于是无效化 对 其他甚至这时候都不用动 因为对方不太敢冲阵 等对方冲到一半的时候 雷出去做狙擊就可以了 偶尔出来一下 偶尔出来一下 给对方一点点压力 给对方一点点压力 这个样子 那重点就是 后面的阿农阿 Rex阿 这些 紅茶这些 要掩护好这个点位 是 喔大猩猩这边 对继续卡住就好 他只要卡住就可以了 因为这时候 对方如果直接冲进来 这地方不能摆角啦 我要讲的是 不能再摆角 因为角度太多 你不知道要对谁摆 喔喔喔 小猩被开出来了 对这时候 哇来不及躲进去 被奇迷你的 IS3 击毁 哇这样有点太贪了 那这时候 大概也知道对方的位置了啦 因为这时候 对方大概就是 集在这个位置 对就是要看对方怎么做应对 喔喔喔喔喔 Bloody Horse Bloody Horse怎么会被打中一颗 提分这手也被打中 提分是开T50来 他换车了 提分这手也被打中 这样就有点可惜了 哇这边准备要冲阵了吗 对看起来他们是要冲了 这波第一台的 尼卡 尼卡 尼卡被断腿断在原地 尼卡被断在原地 第三颗下来 1141滴 下来 哇大猩猩这炮炮掉有点可惜 让奇迷你上来 要硬换硬抓了 这时候对 大猩猩稍微摆好 摆一点点角度 稍微拖时间 这时候Bansai Attack上来也是死伤惨重 大猩猩这时候一台车 换掉够多的血量 他换掉了2000多滴 尼卡的血量是一个 86D Bansai Attack 461D 屁股弹弹 可惜这一发没打出去相当可惜 不过这一边 防守方还是有时间上的优势 对方要做第二波的冲阵跟站点 都是不太可能的 对这时候提分 要去收掉Io League T5是在这边 5916 5916直接 应该是带走了 应该可以稳稳换掉没有问题 OB不让我们看 带走了 换掉 换太多血了 要赶快贴进去 对要赶快又用这湖边的石头来做掩护 不要再吃炮 你要保存自己的车辆站立 确认对方看完炮之后 才能过出去探头 那这边那样的血量也很低 这边稍微换位 换位 用红茶或者是Rex上去顶 因为这时候 这时候Bcamping不知道怎么办 对这是一个很困难的局面 因为你后面50100的位置 出来了没错 可是问题是 对方还有三弹 三弹在弹甲里面 你的血量Banzai Attack Super Hero She 还有这个Nippa的血量都太低了 这个一个没处理好 出于就是三台车没了 嗯 这边雷射网架开来 还在钉 提分 只能硬钉了啦 因为它待会也不是冲阵的要点 因为它的血量很低啊 对 只剩下461滴 461滴算是一个很奇妙的数字 就不会被一炮打爆 可以换那两颗 对 那这时候 这时候7mini要带头冲也有一个 也有一个窘尖 因为对方有伤害 太远了 7mini太远 对第一个是太远 第二个是血量 对 血量对方如果三颗砸下来 你也是没了 那这边值得关注的是 Nit 这时候Super Tucky要来绕背了 Super Tucky 弹药是满的 两台50100都在 但是时间只剩2分钟啦 对 这时候时间剩2分钟 不是 他绕到大概剩30秒吧 他绕到 他要走4号线可能会快一点 他绕到湖边的话 估计剩下 但是到河边会被开光哦 对他这边还在盲射提分赛的点 可是第一发没有中 他要先抓到提分的点 这场应该来不 应该很 时间会很紧凑 因为你这一波进去 后市面这边也有两台车 呃 一台车是 两台车是残血的 提分的T5是来 跟安隆的IS-3是残血的 只有REX被亮了出来 又是亮了 因为在前面 只有正面也亮了 因为瞬间吃了两颗 他不敢停下来打 他这时候只能 对他这时候处置正确 贴进去石头里面 想办法做 找掩护做反充 正面冲了因为50100分兵 但是这边冲阵的 威胁很大呀 Taki抽掉了 提分T5是来 喔 这边红茶也要被收了 哇 这样子REX先倒了之后 他也三桌倒 只剩下福禄兽的50100 时间剩下1分20秒 这一波冲阵 我觉得相当不致 不应该冲 不应该冲 不该冲 那这时候福禄兽没弹了 哇 对他刚刚就只剩下3颗 他也不敢low 对因为这时候真的不能low 那这时候福禄兽只能跑 那时间剩下1分钟 这场的防守局应该是会掉了 对其实刚刚那个情况真的没有必要 因为你卡住就好啦 Taki的位置已经被你定在那边了 对这边绕进来 但是对方只要站点就可以拿下比赛胜利了 对10 10 这时候福禄兽应该 40秒 没办法了 这时候应该是打一个突破枪局了 对 这一场我觉得蛮可惜的 同时间 虽然说你亮到对方的50100分兵 但是基本上 没什么意义喔 没意义 这时候福禄兽出去想要硬换 但是 应该是大势已去了 他收掉了 3 2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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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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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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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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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剛剛這個情況 後世面你該不該衝 不該衝 為什麼 因為Tucky的位置 它已經被提前亮出來了 這時候我們做 這時候做反 這時候要嘛就是縮進去 反抽 對方中間一定要推 你這時候先把血掃打掉 或者是說 集火先打掉就好 對 因為其實剛剛的一個狀況 是對方有一台50100分兵 但這台50100能夠做的事情 就只有打提分一台車輛 而且它已經在衝陣的過程當中 已經換掉太多的血量了 所以剛剛應該是在第一個timing點 對方的這個50100太多了 所以這樣的一個狀況 你應該等對方進來送給你 這個傷害上面的優勢 在劇作第二波的這個集火 所以剛剛這最後的一個決策是 稍微有一點太過於急躁 因為畢竟自己是防守方 可以再多利用一些時間上面的優勢 因為知道自己的50100 其實如果第一時間點不要加入戰局 它是跑掉的 對 其實剛剛這個 我真的 我覺得後世面這一波衝陣 打的真的太急了 因為這一波完全沒有必要要衝啊 你是防守方 你沒有要打拳肩或是打戰點的話 時間就是你的好朋友 你已經拖掉最後 你已經拖掉五分鐘了 你只剩下最後兩分鐘要拖 那這時候要怎麼辦 繼續耗時間 耗到完你就是贏 你就贏了 你已經都已經拖掉五分鐘了 你為什麼不能夠再忍個兩分鐘呢 這邊比較可惜喔 不過最後我們要打 算是如同我們蔡奇仁的預期啦 兩邊的這個選手跟這個戰隊 然後等等這一些訓練量等等的 實力算是相當的接近 所以在理所當然的打到Type Break Type Break能夠拿下比賽勝利的話 就會拿下積分的兩分 如果是敗者這一方的話 會拿到積分的一分喔 對 那現在這一場比賽 Type Break的話 Ghost Town 地圖是Ghost Town 那理論上來講 應該是Hostman進攻時間 進攻獲勝時間比較快 那你就要等 那現在應該就是要等待 後台座最後的確認 那Ghost Town的話 畢竟還是一個方... 我覺得對攻守方來講 都是一個五五波的一張地圖 對 其實一樣是打這個重壇喔 我覺得要探討的一點 就是我覺得 Wargaming 在這一次的地圖的更動 雖然說對我以主播賽品 跟選手來說是相當吃重啦 就是Loading還蠻大 你只要換一張地圖 其實有很多的這個Meta 都會才搞得非常不一樣 那但是我後來在開季之後 可以感受到它的一個用意喔 這三張地圖加進來 讓所有的一個戰車 是稍微回到平衡點 因為在我們上一季的一個賽事裡面 看到太多的T5賽以及輕型戰車了 那在這一季 開始也是慢慢的 把這個原先7042強勢的這個50100 AIMS 50100跟IS3給帶回來了 對 那現在情況 我覺得剛剛那個 我覺得後身邊最後一局 真的有點可惜 因為最後 不管因為對方打到 你代表一件事 你也打到對方 而且剛剛那個Tucky 真的是已經是一個 我覺得有點糗 因為一半就被開光 對 走到一半一定是會被開光 但是我覺得T分也沒有去測 算是有感應到這個點 因為其實它應該要去對正中間的4號線 這邊做開光 因為它不太可能再去做探頭 有任何的一個車輛你在被開光之前 知道對方是一直不斷瞄你的 對於他們來說 一定會先把這個殘血的車輛 以及T54代可以先給收走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位置上面 它應該是要對著4號線這個位置去做開光 那在第一個timing點 如果是有瞬間集火到 我覺得如果有集火到的話 也許有機會瞬間把這50-100給帶走 可能在第一個時間點不會 但是在第二發 它想要去做探頭打提分的時候 它就不會有那麼大的這個血量 可以去做cover 有血量上面的這個算是 可以去扛彈的能力 就不會去探頭 這麼早去把提分給收掉 雙方又會造成僵局的局面 讓這個BGAMING要去想說 下一步要怎麼走的一個時間 如果再多思考一分鐘 基本上這樣比賽 應該是可以時間到點 由防守方獲勝 會比較好的一個劇本 我們應該這樣想 其實我還是覺得 因為中間Taki太早被亮了 他太早暴露自己的行蹤了 其實反抽是一個合理的選項 因為對方一定要探頭 你要他探頭打你 你也可以探頭打回去 而且Taki一開始進來剩下 700多吧 700多吧 一半 應該是吃了兩顆 兩顆的IS3的彈藥 兩顆還是三顆 我記得他剩兩炮 就是對完炮之後 收完提分之後剩兩炮 兩顆大概兩 對剩兩炮的血量 其實這時候 四五百啦 其實這時候 反抽真的是一個可以的選項 因為你正面進來還是 應該是說 應該是說防守方這一邊 應該要多用一些防守方的優勢 然後讓對方想要怎麼去做進攻的時間點 拖越久其實對後面的50100 因為我前期就有看到 因為在進攻方這一邊 他是有一個主動權 防守方比較少會打出去 因為你可以把慢慢的時間拖掉 那在防守方這邊會有一個尷尬點 就是福禄獸的50100 其實剛剛 要不要做reload 兩邊都 中間有一個空窗期 就是 當進攻方 BGaming這邊的50100 最多reload的時候 他們是不會去做進攻的 那你自己的50100 要不要reload 其實這個時候就是 考驗 賭局 這是一個賭了 因為 你不知道對方什麼時候會衝勝 但是 時間過久之後 你就會發現說 可能對方50100來挪彈 那那個時間點 如果你load的話 你的時間 可能會比對方慢個 可能十幾秒左右 那這個十幾秒 可能就會造成很大的一個空窗了 因為剛剛福禄獸 福禄獸的50100 剩下三蛋 對 三顆蛋 一直沒有load 三蛋是一個很尷尬 三發是一個很尷尬的數字 因為你要load 不load 都是兩難 你load了要堵 這40秒 你不load蛋 你就只能用三顆蛋 收不到一台車來加入戰局 所以我覺得 要不要打 要不要reload 要不要重新裝蛋 都是一個選項 對 這就是賭啦 這沒有什麼正確 正確或錯誤 但是 只有戰局上面看起來 我覺得在進攻方這邊 他是有比較多的一個 算主動權 我覺得 在 即使是在 這個出身點位 這麼接近 你的出身點位 跟你的防守點位 這麼接近 你的情況之下 防守方也不見得 會佔有主動權 跟這個優勢 沒有錯 那現在應該後台在做計算 還在算哪邊進攻時間 比較短 應該是 我還是覺得是hostman 但是後台可能要做最後確定 OK 這邊 後台 應該算出來了 由於這一次的一個轉播是由 韓國這邊OGN所提供的 所以我們 沒有辦法在第一時間點聽到 到底是計算的狀況怎麼樣 蛤 BGAMING比較短 好的 那 紅方這邊BGAMING是擔任 Ghost Town Typebreaker到Ghost Town的防守方 嗯哼 出身在地圖的左半側 選用的車輛是兩台50-100 兩...呃... 兩台IS-3 一台的IS-5 哇 這是工會戰的獎勵品耶 還有一台RU25 也還有一台T37 當然斷線 出身在地圖右半邊的是 hostman 藍色的隊伍 但是進攻方 選用一台50-100 三台IS-3 兩台T53 一台AMX-12T 然後這時候有人斷線了 應該是DC DC DC 空拍機表示 他們沒有動 呵呵呵 對 這是標準動作 拉 呃... BGAMING 雖然說是 呃... 第一次打黃金級 但是白銀級 也打這麼久了 他應該知道規矩 對 基本上應該就是DC 然後雙方會重連 對 DC的時候 DC的時候 手要買 這個 哈哈哈哈哈 這個要跟各位宣導一下 對 對,如果對方有打出DC的話,這時候每個人都不能再做任何移動 之後只要有看到DC的情況,開場看到DC,手馬上要離開鍵盤,不能夠做任何的移動 對,這是現場賽我們會嚴格執行啊,我肯定這邊會嚴格執行 那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就是,大家應該都有看到我們這幾個禮拜,這三個禮拜你有沒有看到就是我們會切畫面 就是當韓國那邊回到主播台的時候,我們會切換我們自己的主播台 剛剛你們有沒有看到就是,這是經驗值的差異 他們不知道說到底發生什麼事,為什麼都不動呢? 這個我們播了3G,播了4G,完全就是這就是DC啦,空拍機我都知道他在幹嘛了 對,這DC真的,現場賽的話就真的不要再移動了 然後現場賽的話裁判會要求選手手馬上離開滑鼠鍵盤,不能再做任何的動作 對,基本上就是雙方如果開到對方的光的話,就不能夠做彈停了 如果你是,你覺得有一個人DC,然後你也打了DC 但是你的車輛繼續往前做移動的話,裁判可能會判定你的DC不算 因為你已經探到太多對方的一個情質 尤其在以前7日42,一個開局走向或者是布陣的開局走向 你就會知道對方想要打什麼樣的戰術 所以對於這個DC方這一邊有拿到情報上的優勢的話 對於這個比賽是不公平的 所以這個在賽制上面都有明文規定 甚至是在線下賽也有更多這個線下的一些規矩 因為畢竟線下賽,你可能會不小心聽到主播賽品的聲音 或是不小心瞄到這個螢幕等等的 對,那DC的話如果移動,還在持續移動的話 輕則警告嘛,重則直接紅牌 紅牌就整季報銷,因為這個是蠻嚴重違反運動家精神的行為 因為DC的話,對方如果斷線,你不能夠利用這個空窗截去探對方的情質 你不可以說很不要臉,就是說對方DC我趕快去趁這機會 裁判要我停手之前,我趕快去偷看一下這樣子 對,這是不允許的 那其實在大家如果要參加比賽賽事的話 其實大大小小的賽事 你想要成為選手,其實有一個課題你是必須要做 就是所有的規章,你必須要詳細的閱讀 我相信大家在可能看很多說明書可能都不會那麼詳細 但是在參與比賽的時候,至少要有一名的隊員 要對於這個規章是相當詳細 然後要讓所有的隊員都能夠知道的 所以這個部分也是分享給大家 如果是要參加WGR的一個紅通級的賽事 目前也是都有持續在做報名 那紅通級能夠拿到什麼獎勵呢? 就是每一週都會發警兵 紅通級的話這邊Walk Gaming在上一週宣布暫時停賽 因為好像是紅通級的database 就是資料庫系統出了問題 好像據說是 據我們了解是 好像是系統出了問題 整個是crash掉的情況 對,就是官方有 官方有這樣子去做公佈 不過我一直是說 這之後可以參加的時候 就是規章你必須要去詳細閱讀 就是當我們比賽的時候有機會 機會教育也是可以跟大家講 那這時間想必是要聽我們兩個廢話一陣子 這為什麼呢?因為14個人都必須要全部同時間退出地圖 比較快一點 終於了 好,今天的第二場賽是 由BGAMING對上HOSTMAN的最後一場 對,那先介紹兩邊出身點外眼配色 出身在地圖左半側的紅色隊伍是擔任防守方 來自於日本的隊伍BGAMING 選用的是兩台50-100 兩台S3、一台IS5、一台RU251還有一台T37 出身在地圖右半側的藍色隊伍是擔任進攻方 來自台灣的隊伍HOSTMAN 選用的是一台50-100、兩台S3、兩台T54 還有一台MX12T 這張地圖選擇兩台50-100當任防守方 他相信自己的一個進場時間是判斷相當好 那其實在前面兩週的比賽就有看到GOLD上這張地圖 你出兩台50-100不見得會贏喔 之前看到兩台50-100幾乎都是輸的 因為你不知道兩台50-100的一個正確的進場時間 你到底是在哪邊? 兩台50-100其實不應該講說輸啦 應該講說進場的時機不對 那因為現在HOSTMAN有輕盈戰車的優勢 所以他們是直接選擇搶下外野的控制權 要把外野控制權牢牢的掌控住 特別是不能讓RU251還有T37過得太舒服 要一直給對方壓力 讓對方的50-100只能一直往城鎮中央做靠攏 哇 這樣IOLIT的T37一開始就被開得出來 但是紅茶跟福禄獸的兩台T5 沒有跟上 這不能夠追得太過於深入 這邊打的是城鎮中心喔 這邊有換掉一顆 還可以 那對方的兩台50-100在時間點散營圈 只剩下最後19秒 阿農中間被打了兩發剩下776滴血 暫點條還在跑剩下16秒 這時候T4在側面做待命 他應該是要等到對方整個進來的那一瞬間點 要來出去抽側面把六發彈全部加在其中一台車身上 對 他應該是還沒亮過的喔 沒亮 T4沒亮 開砲他應該有聽到聲音 這時候他已經知道說BGAMING的部隊位置了 班賽他在這邊又吃了放 吃了兩顆 外圍做RUSET 3顆 對 這時候T4進來 他看到後面的 他看到後面的RU251 哇 這邊50-100互換的一個血量 但是對方有一個 可以走掉的位置 對 這時候Taki還在不斷做RESET 這樣的話HOSTMAN這一波相當的危險 哇 T3其實上來收BRID HOST的50-100 對 因為批分已經沒有彈了 但是同一時間PGAMING 所以SuperTaki在這邊應該是會換掉對方的50-100 但是對方是有兩台50-100一個輸出機會的 SuperTaki在這邊走不掉 直接被換掉 這樣場上打出一波2換4的2換3的優勢 但這邊正在做站點了 RACE跟大猩猩兩孩戰車已經被包夾了 對 大猩猩倒了之後 RACE看起來也是小命難保的一個情況 阿農這時候已經退掉 這時候 紅柴在後面不斷在抽SuperHeroes SuperHeroes利用中間的起動機 在這邊 剛好是因為起動機 換掉了嗎 但是阿農在這邊應該是可以把SuperHeroes的一個血量給壓低 直接大走 要穩著打這時候 哇 弗魯獸換掉了SuperHeroes的IS5 這樣場上還有一點點懸念 弗魯獸他終於抓NIPA 紅柴這邊應該會被收 哇 怎麼會往這個方向走 他應該直接往下 往下走就好 這時候 弗魯獸上來先收到T37之後 只要NIPA的一台IS3了 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只要一台IS3的一個情況之下 二打一 應該是可以把比賽拿下來的 沒有 要穩著打 穩著打 阿農上去 互換 互換之後 弗魯獸這時候 一打一 這個 alpha值 第一發 有 第二發 第二發 繞到側面 繞到側面 穩穩的打 應該也沒什麼問題 對面 打一個正面嗎 OK 沒問題 拿下比賽 勝利 恭喜豪四面在突破殭局戰中 獲勝以5比3 日本的隊伍BGAMING 取得今天的勝利 也獲得2.7分 是 雖然不是3分 至少還是維持在前半段 對 因為其實兩邊在Lagville 我覺得BGAMING在Lagville的後面兩局 頂住的這個壓力 以及他的這個 戰術上面的一個搭配 都是搭配得相當漂亮的喔 所以在兩邊實力這麼接近的一個情況之下 在進攻方能夠拿下比賽的勝利 我覺得對於 對方也是用了兩台50100的一個情況 能夠多達 應該是說這樣子的一個局面 配車上面瞬間火力輸出是輸的 因為50100是沒有任何人都有進入到第二輪的一個機會 兩邊是在第一個 alpha值是輸的一個情況之下 Fluceau最後面這樣的一個車輛的一個使用 在外圍這邊做的這個DPM的一個輸出 外圍這個自己不會有血量上面的一個損失 但是可以持續對城鎮中間做reset 或是血量上面的賺取的這個空間跟這個效益 我覺得對於Fluceau來說 如果可以看到賽後的這個報告 應該是可以 應該是可以看到他的一個精彩表現的 OK 這邊剛剛後台傳來最近的消息是 TCSG今天因為沒有報導 所以是直接判定屍格有Current Tiger 無條件5比0獲勝 所以今天的兩場比賽結果分別是 一由Gaming 來自中國大陸的職業隊伍一由Gaming 以5比0擊敗 DPS 公會所組成的隊伍 Team Efficiency TE 而來自台灣隊伍hostman 在突破槍局戰中以5比4擊敗 來自日本的隊伍B Gaming 持續保持在前半段的位置 而第三場比賽TCSG因為是被判屍格關係 由Current Tiger 5比0獲勝 是 我在想說這三週下來 是不是選手對於我們兩個 跟這個韓國的主播賽評都是特別厚愛 每一天 都會有一場DQ 其實還是要奉勸各位選手準時報到 那其實最後我覺得福禄手跟阿農打得好險 那我覺得如果一個不小心出事就完了 對 因為其實福禄手他選手 先收沒有血的 那愛子三擺放在最後面做處理 那這個位置其實是沒什麼問題的 那很可 呃還算不錯 最後面還是有繞回來 去將這個兩個timing點的那個進攻 還是有把進攻方的一個勝利拿下來 對 那先來預告一下下禮拜一 六月二十二號晚上八點的賽程 第一場比賽呢 將會是由台灣的隊伍Horseman 迎戰DPS公會所組成的精英隊伍 Team Efficiency TE 第二場比賽又是四籌對決 因為Current Tiger的隊長 也有去惹ELGaming的隊長夢魘 所以Current Tiger第二場要迎戰 是來自中國大陸的職業俱樂部隊伍ELGaming 第三場比賽則是越南隊伍Emoto 是要迎戰香港隊伍RUN 能不能破蛋呢 且看下禮拜一晚上八點的比賽 對 其實我覺得他一般來說打得還算不錯 我覺得他必須要反譜歸真 打一些比較簡單的戰術 先把自己的一個隊型跟這個基本動作給打出來 信心才會來比較好一點 那這邊今天的一個比賽其實都還蠻精彩 雖然說少打一場但是 兩場都是扣人心選啊 尤其是我剛剛看到那個 那個HOSTMAN的隊員 這個小魔來到這個 聊天室說哭了啦 我覺得害我最後面很緊張 是不是福禄獸最後炮掉 因為最後其實很險 因為其實那邊 阿農跟福禄獸的雙打配合其實有點脫節 因為理論上講應該是讓福禄獸上去先吃一發 讓阿農補 然後再兩個人再輪流玩他的 對 因為 反正總而言之是拿下比賽的勝利了啦 後面還是有穩穩的做輸出 大家是 有驚無險的拿下比賽的勝利 你也拿下了兩分相當重要的積分喔 對 那我們今天轉播工作到這裡結束 我是今天的主播Cisco 我今天的賽評JJ 那我們下禮拜一的比賽再見了大家掰掰 大家掰掰